因为隔壁邻居家的熊孩子 老奶奶最终万般无奈之下 出售了自己养了十来年的土狗 这位老奶奶家的老伴很早就去世了 儿女也搬到城里去居住了 于是她感觉非常寂寞 在十年之前 她花20元买了一只中华田园犬前来喂养 这只中华田园犬非常善解人意 从来也不乐事 给老奶奶带来了无限欢乐 但是就在最近 这位老奶奶再也不能喂养这只狗了 因为她隔壁邻居家的熊孩子渐渐长大了 开始学走路了 这个熊孩子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非常喜欢去抱狗玩 而且动作非常粗暴 经常惹得这只土狗汪汪大叫 但是这只土狗并没有攻击小孩子的行为 只是每次看到这位小孩到来都远远的躲开 但是隔壁邻居家这时候发话了 对老奶奶说 你这只土狗体身太大了 如果我家的小孩突然间去把这只土狗搞痛了 估计这只土狗肯定是会咬人的 你尽快将这只土狗处理掉吧 毕竟如果狗咬到小孩的话 那后果会非常严重 老奶奶听闻过后 感觉邻居说的也非常对 狗毕竟是狗 它不是人 如果隔壁家的熊孩子真的把这只土狗搞痛了 万一哪天它咬人了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它将这只狗带到菜市场 并写出了一个牌子出售这只土狗 这时候一位老大爷走上前询问这只狗要买多少钱 老奶奶说200块钱 经过讨价还价之后 这位老大爷花180元将这只土狗买走了 他说他家里还养了几只羊 这只土狗看着非常听话 就把它买回去当牧羊犬使用吧 老奶奶听闻过后感觉也非常欣慰 她一直害怕别人将这只土狗买去会将它吃掉 这只聪明听话的中华田园犬最终成为一只牧羊犬 估计也是最理想的结局了吧 这只牧羊犬最终成为一只牧羊犬